哈喽我是架子姐姐 今天准备了一些厨房里的材料 用转盘抽取六个来做奇葩厨房泥 现在开始转第一个 是非常养生的枸杞 倒入碗中 看看第二个材料是什么 哇是红酒哦 颜色非常的好看 第三个转到的是黑芝麻 都是非常养生的食材 继续来转转盘 这次呢抽到的是小米 倒进去一些 我们继续 现在抽到的是牛奶 牛奶加红酒 好奇妙的组合哦 最后一个看看是什么 是洗洁精哦 正好可以代替干油 感觉我手里也拿着一碗早餐奶 有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哦 把它做成梨 会是什么样呢 倒入胶水搅拌均匀 最后呢用仙女水成型 这样就得到了一块 嗯 就叫它养生营养泥吧 玩起来还可以看到里面的各种食材哦 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家子姐姐 今天用厨房里的淀粉来做一份好玩的假水 淀粉呢一定要用这种木树粉哦 因为只有它才能产生胶质 好了现在开始制作 在碗中加入少许淀粉 然后加入色素 再倒少量的热水 画重点敲黑板 这里必须是热水哦 冷水是做不成功的 搅拌均匀之后 感觉有点像飞牛顿流体 现在是最重要的一步 冲入开水 成败再次一局哦 一边倒入一边搅拌 我们做的是假水 所以开水可以多倒一些 这时能神奇的发现 它变得越来越清澈透明 然后加入眼镜不理液 苏打水成型 那么无胶水无缝纱的侠水 就制作完成了 QQ弹弹 晶莹剔透 一点也不粘手哦 用的毛绒玩具试试看 也不会粘到上面 特别的好玩 今天这个小方法你记住了吗 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试试 今天的问题是 什么船最安全 好了明天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架子姐姐 今天教你们 只用厨房里的一样东西 制作纱皮胶 主角登场 用的就是这种木薯淀粉 那么玉米淀粉是不可以的 把它倒一些在容器中 接下来加入一点温水 这你要敲重点 必须是温水哦 不能用冷水 把木薯淀粉融化成这种状态 之后呢就冲入开水 宝宝们在这一步时 不要烫到小手 一边加入开水一边搅拌 这使人感觉越来越粘稠 而且淀粉 立马变得透明起来了 为了更好看呢 可以加一点色素 没有也可以不加 这时候还会有一些粘手 所以我们需要准备一碗清水 自来水就可以了 把果冻倒入清水中 然后再捞起来 就会变得不粘手了 这样一份沙皮胶就完成了 Q弹光滑 像果冻一样 用手捏起来呢 也是超级解压 如果喜欢姐姐的创意 记得关注我 最后再考考大家 什么人生病 从来不看医生呢 下期见 哈喽 我是你们的架子姐姐 今天分享一个 不粘手的动力沙教程 而且玩起来也不会掉渣哦 现在赶快去厨房 和姐姐一起来制作吧 首先是加入小半碗食盐 最好呢 是这种细盐 然后加入食盐 三分之一量的面粉 再挤少量的洗洁精 如果有盐料的话 就加一些 做出来的动力沙会更好看 把它们耐心的搅拌均匀 当动力沙太干时 可以挤一些洗洁精 一直到这种 不会掉渣的状态 用手拿起来 可以轻松的捏成团 而且澄清效果很棒 动力沙就完成了 把它放到任意一个盒子中 用勺子整理好 轻轻的反扣到盘子上 最享受的时候到了 切开的感觉像年糕 小刀上也不会粘上沙子 形状呢 也不会闪开 用手按着玩的感觉非常柔软 比买的更好玩哦 好了 最后考考大家 鸭子吃东西 打一个成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您先见 叮咚 欢迎来到架子姐姐的厨房系列 今天用面粉和洗洁精 制作一个牙膏泥 虽然没有牙膏的成分 但是质感却很像 还可以拿去整骨你的小伙伴哦 首先要偷偷的去厨房拿一些面粉 在容器中加入三勺 用清水调成面糊 然后加入半瓶胶水 调一个任意喜欢的颜色 继续去厨房拿出洗洁精 挤入一点点就可以了 开始用你们的小爪爪把它们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眼镜护泥液和苏打粉混合成的这种成型剂 记住我们要做安全无毒的泥哦 经过耐心的搅拌之后 牙膏泥就诞生了 这种泥特别的光滑 而且不连手 搓起来也超级解压 好了 今天这个方法你们记住了吗 喜欢厨房系列的话 一定给姐姐点赞哦 今天考考大家 闭着眼睛 也能看见的是什么呢 谢谢大家看到最后 明天见 哈喽 家宝们好 我是你们的家子姐姐 今天教大家DIY一款懒淡淡捏捏乐 这款玩具专制各种无聊 焦虑 发困发傻 这么解压的神器 你不想来一个吗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非牛顿牛体 淀粉加三倍清水 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针筒 把非牛顿牛体灌到黄色气球中 差不多乒乓球大小就OK了 像这样把开口打一个结 按这个方法做出三个来 要擦地最干净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见哦 是谁爱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家子姐姐 今天又是你们喜欢的史莱姆之神奇厨房系列 用洗洁精和苏打粉制作豆腐泥 首先要用到白胶 倒入小半碗 然后加一点点洗洁精 混合均匀 再倒入苏打粉 它可以帮助浇水成型 少量多次的加 一次性加太多的话会结成块 当然也可以用洗衣液代替 一直搅拌到不粘手就可以了 然后用手揉捏一会儿 质感会更好 这种豆腐泥柔软光滑 用手撕可以拉断 但是又可以马上融合在一起 如果厨房有海绵 可以把豆腐泥盖上去 用刀切子玩也特别有意思 现在来断异常满足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期待宝宝们的关注哦 下期见 哈喽 我是你们的架子姐姐 欢迎来到史莱姆之神奇厨房系列 特意为你们研制了 用厨房的东西制作黄油泥 没有胶水 没有烹纱 没有黏土 什么都没有的宝宝 姐姐带你飞 首先要准备淀粉 不管什么淀粉都行 倒入小半碗 然后加少量的洗洁精 再调一个黄色 如果没有色素就不加 搅拌时间开始 搅啊搅 如果太干就继续加洗洁精 我知道你们会问 可以用面粉吗 不可以 因为面粉做出来 就是一个很粗糙的面团团 一直加到变成这种团团 不粘手就可以了 可以用手揉捏一会儿 揉的时间越长 手感会越细腻 而淀粉的细腻手感和黄油泥非常接近 而且自带磨砂效果哦 赶紧把这个好办法告诉你的好朋友吧 今天的问题是 你们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留言告诉姐姐哦 没准她能看到 摸摸大 下期见 嗨 驾宝们 今天驾子姐姐要把一盒做失败的史莱姆 变成美美的棉花泥 Money Money Home 哇 用手搓搓好松软啊 想学的一起跟我来吧 首先要把干巴巴准备扔掉的水晶泥掰碎 这样做是方便加开水 更容易融化 搅拌成面糊状 现在需要偷偷用一些妈妈的洗洁精 加少量清水 摇出泡泡 然后放到刚刚的水晶泥中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棚沙水成型 当然也可以用洗衣液代替 比如某那某字品牌 不粘手的时候就OK啦 放置两天左右 棉花泥就诞生了 我们都要做一个勤俭节约的好宝宝 大家把废旧的水晶泥都利用起来吧 如果你还有废物利用的好办法 记得留言告诉姐姐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下期见哦 哈喽亲爱的家宝们 首先祝大家汤圆节快乐 猪事都能好蒙圆圆 今天的视频不做汤圆 做一个超好玩的剥板糖水晶梨 哇好可爱的超大棒棒糖 打开看看 姐姐可不是为了吃糖 我要把糖纸减碎 会有大用处 接下来做一个水晶泥 浇水和少量的清水 再挤入洗洁精代替干油 调一个橘黄色 搅拌均匀之后 加棚沙水成形 最后再把水晶泥和糖纸混合在一起 当当当 好美呀 可以把水晶泥放入糖盒中玩 看起来又美味又好玩 大家学会了吗 点赞转发收藏 姐姐会更爱你们哦 明天见 亲爱的家宝们 寒假结束 马上就要开学了 步入紧张的学习阶段 今天架子姐姐教大家 做一款超级解压的太空纱 特别适合强迫症患者玩耍 一刀切下去 太酸爽了 你们最担心的是 没有材料制作 其实用日常用品也能做出特别好的手感 一起来吧 首先要去神奇的厨房拿一包食盐 倒入小半碗 再加一勺添粉 挤少许洗洁精 这里是增加粘性的作用 记得不要加太多 因为妈妈会打屁屁 会动着小爪爪搅拌均匀 一直到这种拿起来不吊渣 不粘手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颜色 如果太干可以继续加些洗洁精 如果太粘就加食盐 太空纱做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就是享受时间 手感非常细腻 一点也不粘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记得收藏和点赞哦 我们的下期见